生活中,总会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邪校太烂 邪校生活太差,不想去上学了等愿言 而你们知道吗?和四川省邪阿村的孩子们相比 你们是多么的幸运 他们是一群上小学的孩子 天还没练时,他们就已经起床准备去邪校了 跋上涉水地花上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渴望早点走出到学校 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十分的娴熟 连绵起伏的高山,以地面的垂直距离大约800米 相对于二百四十三层高楼 每一次上学,都是要三位家长在前中后安全地护送 孩子们需要顺着斜阳上钢丝拧成的藤条 走向一段的路程 最后爬上一段必经之路 且危险性超高的木质牙梯 从牙梯一把下看 似乎陡峭成90度 每一次心跳加速的攀爬 都有可能使孩子们陷入危险之中 但也阻挡不了孩子们上学的热情 孩子们表示 这里虽然很危险 但我们已经习惯了 面对如此险境 一致习惯了 得有多大的勇气 更何况还是一群未成年人 中国是一个关爱困难群众的大国 关注性地为村里落实了金种扶贫政策 同时更为当地人安全着想 修建了一段工程量极大的钢铁厅 大大的减少了当地人的安全问题 相信这里的人 不为艰难困苦的奋斗 以及国家政府的帮助下 他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